提起孙并,我们都不陌生,他和庞娟年轻时就一起学习兵法,而根据一些野史记载,他们更是拜鬼谷子为师,但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孙并和庞娟的历史故事,根据记载,庞娟当初已经成为韩国的大将,而当时的孙并却还没有遇到千里马,但是庞娟深知孙并富有才华,担心有一天孙并出大风头,葛过自己,于是他便假意邀请孙并来到韩国,和自己一起工作, 但孙并刚一到韩国,庞娟就借自己的职务之便给孙并判了一个罪名,最后,孙并还被残忍地挖去了膝盖骨 因此在我们看来,庞娟的小人之心驱使他残害自己的昔日好友,而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读历史,您是理,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在《史记》中曾写道,孙并年轻的时候和庞娟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庞娟比孙并离开得早,很早就去了卫国做了大将 当时庞娟知道孙并的能力比自己高,因此就设了一计,邀请他来卫国 但是孙并不知道这是庞娟的计谋,刚进卫国,他就被陷害,被处以并行,也就是被挖掉了膝盖,并且还让他成为了奴隶 单单从这里来看的话,彭娟确实是因为嫉妒,所以才残害自己的朋友,但是两人之间没有别的瓜葛吗? 真正历史上的孙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说我国山东曾挖掘出过一段竹筒,里面揭开了孙并被割掉膝盖骨的真相 原来孙并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友好,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当时有工人在山东省林一市的银雀山意外挖到了一座古墓群 看起来似有千年历史,考古人员在经过紧张兴奋的挖掘后,初步断定是秦汉时代的古墓 随后又发现陵墓里有4000多块残片和战国竹简 而所记载的内容有部分符合史记的描述,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最让人高兴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孙并兵法》就是在这里出土的 该兵书分为上卷、下卷,里面详细记录了孙并的用兵事迹和一些残忍行为 在经过再三讨证后,有人认为孙并和孙子其实不是同一个人 当年孙并确实是被人挖掉了膝盖骨 但是背后的原因却令人震惊 孙并的遭遇其实是旧由自取,众所周知 战国名是孙并,是孙武的后代 军事天赋异禀,著作有《孙并兵法》,备受后人喜爱 但关于孙并的原来名字却无从讨究 而学者们在研究孙并兵法的时候 发现了他和庞娟之间一些交锋的细节 这些细节可能指出了庞娟伤害孙并的理由,唯唯救赵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词语 当年魏国围攻赵国 赵国请求齐国援救 田济主张直接去攻打魏国军队 但是孙并却提出了别的建议 让他们直接攻打防守虚弱的魏国首都 不仅能逼赵国撤兵,还能给赵国重创 而正常战争的细节在《孙并兵法》中有十分详细的描写 和,史记的内容差别还是很大的 根据孙并的描述 虽然当时魏国出动了主力 但是还是主城内留守了大量的兵力 如果直接攻打主城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成功 孙并断定魏国举大军出征 自家国内肯定空虚缺兵 于是见风一转 开着八万骑军就奔魏国都城去了 不久,孙并带兵成功围住了魏国都城 魏惠王下得脸色大变 急忙下令把位于前线的旁娟大军召了回来 然而孙并此举个人目的不是唯唯救赵 而是想借机生情旁娟 报自己的歌惜之仇 此时,旁娟误以为孙并真的想攻入魏国都城 急得马不停蹄 星夜回国救主 但孙并料到魏国都城一手难攻 根本不是好啃的骨头 就算强攻对方必成不出 也能熬到旁娟带兵回来 于是,孙并想了一个毒计 问田记道 军中哪两位大将 平时只会蒙混度日 毫无实力田记直言道 唯独是齐城和高堂也 于是,孙并便说服了田记了 让此二人去送死 给他们安排一支并残先锋部队前去攻打魏国的平陵 结果两大将因为能力太差 被孙并猜中 没几下就被魏军斩于城下 而同来的先锋军队亦被全部消灭了 战败的消息传回后 孙并话锋一转 说 现今可带大军绕开平陵 直接攻入魏国都城大梁了 但田记不信 颇有疑虑地表示 如今士气低下 如何能攻下严守的大梁呢 但孙并信心满满 执意要行军 说旁娟此人刚愎自用 得知平陵大胜后 一定认为齐军不堪一击 会贪攻带小量兵马 集回大梁国都 最终 此事又被孙并猜中 旁娟当夜果真带一对青旗兵 抄小道回大梁 结果被埋伏的桂林的齐军 一举抓获 随后 旁娟惨为俘虏 从这场战争中 我们可以看出孙并的厉害之处 但是也能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 为了取得胜利 他宁愿牺牲自己国家的 两位大夫和他们的军队 虽然说仁慈是掌管不了军队的 但是他这种 直接让士兵送命的行为 真的是十分恐怖 虽然说让旁娟回国 有很多的办法 但是牺牲军队 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由此就可以看出 虽然在史记中 我们可以看出 旁娟非常的狠毒 但是从上面的战争来看 孙并同样也是一个凶狠歹毒的人 而且完全不亚于旁娟 当年孙并下山后 却遭到旁娟的设计残害 惨遭踢掉膝盖骨 成为残疾人 后来 只能靠装疯卖傻 蒙混过关 逃出国外 随后 孙并流连到齐国 得田击器重 成为对方的门客 在田击赛马中 孙并锋芒毕露 向世人证明了他的聪慧与谋略 此后齐国君王越发欣赏孙并的能力 让他统军出征 分别在马陵战争 桂陵战争中 以变幻莫测的兵法 打败旁娟 重挫卫军 使得嚣张的魏国实力大将 跌落神坛 而齐国因此得势 迅速成为傲视群雄的强国 孙并因功受封 明扬天下 通过桂陵战役 可见孙并用兵之狠 用技之毒 能以牺牲两位大将和先锋部队 换来欺骗旁娟的机会 从表面来看 孙并虽然打败了魏国 杀死旁娟报了仇 但做出的决定 无疑是用别人的鲜血 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其做法不得不说是非常残忍无情 13年后 魏国和韩国发生了一场战争 韩国兵败之后 向齐国求援 于是 孙并和旁娟两人再度碰撞 这一次发生的战争叫马灵之战 孙并先在树上写道 庞娟死于此树之下 然后在马灵到两旁埋伏万鱼弓箭手 约定说木剑活举而巨发 随后 庞娟至此 一切皆如孙并所料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 庞娟自知败局已定 于是拔箭自问 临死前说道 碎成树子之名 然而 为何跪灵之战中 庞娟不自杀 而在马灵之战中自杀 有学者指出了两个原因 或许道出了庞娟自杀的真相 庞娟本就对不起孙并 被俘一次还可以理解 如果被俘两次 估计庞娟内心也过不去吧 毕竟如果庞娟真选择狗活 孙并也无可奈何 桂灵之战中 魏国主力还在 但马灵之战中 庞娟知道魏国主力将损失殆尽 也无言念再活下去 相比当年在魏国处世时 庞娟明知道孙并的才能与性情 却只是废掉了她的膝盖 而没有赶尽杀绝 两者对比 孙并却以其他的性命换来胜利和复仇 还直接不念诗门之情 采用恶毒方法折磨杀害了庞娟 这里可以看出 孙并之前被割掉膝盖的事情 确实一点都不怎么冤枉她了 不得不说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和一些历史典故 但是我们每次在看的时候 都能在里面领悟到一些新的人生道理 借鉴到一些新的智慧内涵 可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少走一些弯路 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 多读一些史书是有很大好处的 不仅是对历史的了解 还有思想的升华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